調到300匹 什麼狀況啊 從英國廠出廠就有的配備 然後第二個是在台灣 原廠加裝的一些額外的配件 還有第三個是車主改裝的配件 Pare方應該差不多看了個ˇ 這平 ét器似算是這邊名產 喔喔欸你看看 喔喔欸欸欸 喔噢欸這個好像不錯喔 這個節目是 各位資訊的wards yo大家好歡迎收看 紅達的來S aimed車 我是華然多壯紙說中的 generate 我是Klaas 今天呢 要去我們的在地鄉親 跟你們跟我們訪達支持一下啦 是這樣講嗎 我會暈倒 今天呢要來林口買一台 Defender啦好不好 開門見三了啦 據說這個Defender啊 現在的銷售比例 汽油柴油是5 但是據這個有利消息指出 我有跟大家去原廠 或是聽原廠的那個業務在講 好像一開始汽油是8 柴油是2 是因為後面太多人盯汽油 他就會說 我們現在訂汽油要等到三年啊 要不然柴油啊半年可以叫車啊 後面又開始把那個 原先一些汽油的單來挹注回來 打開這個8X9 看一下目前台灣二手車市場 這個Defender 在賣的數量上來看的話 比例上你會覺得說汽油的 好像比較難找一點 柴油的其實還蠻多的 蠻好奇的 因為完全沒做過 也沒開過 而且2.0汽油 調到300匹 什麼狀況啊 汽油渦輪增壓引擎 300匹馬力 原廠 好啦我們今天出發林口 去牽車 Defender110 五門汽油的 好吧出發 好接下來來到這個高級社區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台車 那個Defender110汽油的 然後它是白色 然後車主很用心 還做了一些黑化 你看Defender黑化 然後呢側邊這個 它換了一個非常漂亮的 這是22吋的鍛造鋁圈 據說這個鋁圈跟車子差不多 它也要等半年 車子可能等更久 然後呢整台車白色的 欸很漂亮吧 我剛剛偷看它的內裝 超漂亮 然後呢還有這個 2萬多塊的 但是不知道要幹嘛的書包 一定要爭 好這個Defender一定要闖 好不好 要不多說 這一台車 汗布朗噹弄下來 單配備好像快340 又加裝一些套件 又再弄雨圈 汗布朗噹 應該差不多花了快370 欸如果360幾370 你會買這個還是買凱燕骨骰 凱燕 你不要錄了 各位觀眾啊 你說已經跨到車 阿伯教我 好接下來從林口 終於牽到我們今天這台Defender 好不好 那開頭一樣照管理 我們先把這一台車 有什麼樣的配備 詳細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這台車子 賣的方式也跟保時捷很類似 就是每一台好像都有一點 獨一無二的感覺 所以配備都是自己可以客製化選擇 第一個階段就是這個 英國製造嘛 所以是你勾了之後 從英國廠出廠就有的配備 然後第二個是在台灣 原廠加裝的一些額外的配件 還有第三個是車主改裝的配件 這三個加起來呢 來到370左右 因為當初空車就300 但是現在很誇張 現在空車漲3萬 但是配備被拔三個 而且還要等 好像沒有電子儀錶板 然後好像沒有矩陣型LED頭針也沒有 是手機充電碼還是什麼 我有點忘了 反正就是缺了三項配備 但是我們今天這一台 限車不用等 然後目前它的配備也算是沒有缺 然後額外還有一些選配 第一項是電子氣壓懸吊 跟這個主動動態控制系統 所以聽起來的概念 很像這個保值捷 PASM的感覺 就是它可以調高低嘛 然後是有電子懸吊 那這種車子我覺得 主要調高低就很多了 因為我們這個 它車長5米 寬2米 軸距3米 車高1.96米 真的很高耶 第二個是這個便捷舒適套件 這項不貴耶 才3萬2而已 跟第一項10萬比起來 這個好像蠻便宜的 裡面有這個中央扶手的 自冷功能跟手機無線充電 自冷功能幹超冰的 超冰的 它真的超冰的 那我們等一下來要給它試試看 然後第三項是這個越野套件 沒什麼路用的一個配件 因為它這個車主 從1月簽到現在9月 它開了1萬1左右 每一天都是停在豪宅地下室 然後每一天都是上下班代步 從來沒去越野過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 我的觀察的話 Defender 目前 因為它車子還是比較新 真的會開去Toon 就是開下去越野的車主 偏少一些些 所以它這個越野套件 有這個主動的後軸插速器 聽起來感覺就沒什麼路用 但是它有一個東西 後行李箱電源插座 來給大家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電源門 你看 欸這有西門耶 雖然說它門沒有G咖那麼重 但是也是有一些重量的好不好 加這邊還有這個油壓頂桿 欸你看它是這種耶 欸 躺著彎 坐著彎 趴著彎 還是八弦好彎 就是什麼角度 你看 類似這種多功能角度的感覺 你看 對都可以維持 這個不錯 但是這九樓應該會壞掉 哈哈哈哈 那後行李箱插座在這裡 你看看 110伏特的耶 很牛很牛 AC的好不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蠻重要的 是因為這個Defender 這個車主最少標配 都是兩個小孩騎跳 我覺得啦 加外面可能三四個 哈哈哈哈 就是你講的 都你講 我真的都沒強喔 家庭使用一定會有小孩 那有時候吹個頭髮啊 小孩子去海邊玩或幹嘛的 或是去露營 所以那個充氣氣墊床 接那個線要充氣 以前的充氣都是接那個12伏特的 但是功率一定有差啦 12伏的真的110 差這麼多的對不對 能夠去露營的車 我覺得有這個是蠻重要 加這個後軸差速器要63000 第四個是這個黑色的外觀套件 就像我們今天這一台 我們那天去簽的時候 我們在路上不是有遇到一台Defender嗎 對啊 但是我其實講坦白話 Defender在路上看那麼多台 我覺得今天我們這台算是 顏值 擔當 為什麼 因為他選了這個黑色外觀套件 又選了這個白色 基本上黑色外觀套件就是這個 這邊有黑色的字樣 這個水箱護罩有黑色的飾條 然後呢 後尾門的Defender字樣也是黑的 還有這邊都是黑的 所以呢 它這個白色跟黑色 就是你知道經典的顏色 它有一種撞色的感覺 就是黑白配 很像是賓士在選夜色的感覺 然後呢 這個旅圈 車主又換了一個 22吋的美國牌 這個牌子 不知道有沒有人認識 可以讓少文知道一下 據說這22吋斷照 也是差不多20幾萬啦 我覺得正常價格 然後呢 就加上這個旅圈之後 你會發現整台車外觀 它只有兩種顏色 不是黑 就是白 非黑即白 那我們來要選配表的第二頁 首先上面這個東西真的很貴 這個要另外選 現在這個黑色對比車頂是 5萬2 尤其我剛剛4塊之後 2萬多塊 這個突然變5萬塊 但是 一點在算 因為這個 你要想啊 這邊都是黑白黑白 然後這邊 這麼大一片白的 很像那個禿頭的熊貓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黑色52,200 雖然說比前面的貴蠻多 但是還是要選 暗黑的車窗 這個部分我就覺得 原廠沒有很用心 正常有暗黑車窗的車子 我都 少文都會建議我們的客人 就是前後的格熱子 盡量貼不一樣 因為你這樣 這邊這樣看過去 你沒有覺得這個很淺 這個很深 對 因為它這個後面玻璃本身就比較深 所以正常我們會講前後配就是 前面可以貼正常透光度的格熱子 後面可以貼透光度 稍微再高一些的格熱子 也就是說這邊貼深一點的 這邊再貼淺一點的 讓它顏色至少是一致的 不然現在這邊看起來 你不覺得顏色不一樣 我是覺得一致的感覺會比較好啦 但是這也要選 1萬9 這好貴喔 然後呢 再來內裝 我跟你講它選了兩個東西 我覺得超牛掰的 白色儀表版裝飾 你看這邊 這邊全部都是白的 這邊都是白的 內裝同樣也是黑白撞色 但是它又在中間多增加了一些巧思 多增加了一些質感 它中間拉了一個 這麼大的木紋絲碗 然後那邊手把上也都是有木紋的包覆 粗切割 核桃木 扶手 1萬6而已 我覺得但是它整體 對它整個車內的這個車式的這種 這個很像是賓士那種黑沉木式版的感覺 但是它這個選下來就是 會讓你這一台 Defender的內裝很有居家風 很舒服很宜家的感覺 然後呢它又選一個是這個黑的車內頂棚 這不用加錢 應該是本來就是黑的 只是說材質變不一樣 所以上述它這個是它英式來的時候就有的配備 這些東西 漢不當當加起來大概33-34萬元左右 接下來要準備講的是這個在台灣加裝的東西 首先這個是原廠加裝的固定式車側踏板 你看我少人的腳28 你看這樣完全可以踩 賓士的可能大概只有它的一半 所以你有時候踩的時候你就覺得很不穩 你也不太敢踩 但是這一個雖然說我覺得它有點貴 這個加起來兩邊要5萬多 我覺得是稍貴 但是夠實用的 而且Defender這台車真的太高了 如果有小孩子的話 這個小孩子一定要踩這個才有辦法上車 夠寬啊 然後呢前方的這個擋板 好這一塊 就很像一個H型 H這樣子 這一塊 好這一塊擋板是28000多 然後呢輪拱保護罩 雖然說這個怎麼看我還是覺得沒有很好看 但是我覺得這台車如果同色輪拱不知道會長怎樣 但是因為少文比較喜歡是同色輪拱 就是有質感的感覺 但是因為今天這台Defender還是強調 雖然說你不越野 但是原廠設定是給它越野 所以它還是要強調有一些它仇用的感覺 就是給你這種黑色的這種輪拱的這種防刮材質 這個也要29000耶 英國來的塑膠嗎 哈哈哈哈 好啦還有後面這個 後行李箱的下面這一條這個金屬的防刮板 這個1萬多塊錢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蠻適合的 上述這些加裝的東西 然後這些是在原廠加裝的 現在來講一下車主後續在加裝的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那個重機那個滿鞍袋的感覺 欸它好像有給我們鑰匙欸 欸我開開看 欸2萬多塊就噴了 也太小了吧 我覺得這個東西 欸它寫MAX17公斤欸 啊這是那個側邊的遮陽臉 但是我覺得說實在話 這個東西它不是要讓你使用的 這個是感性 這個就是別人 別人有我也要有欸 所以就是Defender車主都很喜歡加裝這東西 就是看起來比較 Outdoor 戶外的感覺 然後後面再加裝那個拖車勾 這兩個拖車勾也是2萬多 這兩個大概又花了5萬多 然後最後面一開始 剛才跟大家講 這個22吋的鍛造鋁圈 20多萬 他忘記了 反正加20吋的米其林圈 一定是20多萬好不好 配備也全部講完了 好大家自己加一加 我自己加 算起來差不多大概就在370左右 那個的外觀呢 車頭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做一個 幾乎類居卡的這樣 90度 你看這種直角的感覺 只要是這邊是90度的話 車子就會看起來相當的霸氣 因為它會讓你覺得引擎蓋好高 欸在我肚臍的 引擎蓋真的非常的高 我跟你講現在比較流行的做法就是 要把這個車子的名字 用一個一個英文字做出來 就非常非常帥氣的感覺 那也算是比較有質感 有比較有品味的一個選擇 然後它這邊 欸這個好像是排水孔是不是 這應該感覺應該是類似 欸它裡面 等一下還有一個什麼涉水高度 差不多77公分左右 可能差不多是這樣 那裡面說可以到80 好啦那整體車側呢 畢竟這台車有方方正正的 所以它也沒有什麼流線型的感覺 我相信等一下在路上開 可以試試看 我感覺風切聲應該會很大聲 因為 靠北這個撞風面積也太大了吧 這邊撞 這邊也狂撞 你看這個躺風玻璃 幾乎是那個的 沒有什麼角度可言 但是現在的車子 大家都在做流線的時候 你突然蹦出一台 四四方方的車 它看起來就會很怎麼樣 很語重不同 這也照著說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想買它的原因 如果說你有一個G卡的夢 但是G卡今天報預算報蠻多的 你可以考慮先開開看看這個 這台車車尾非常的酷炫 就是辨識度實在是有點太高 你有沒有覺得說 哇靠這麼大台的車子 但是它的尾燈好小喔 方燈的 然後四個 而且旁邊那兩個超小 可是燈只有這樣 就是這個尾燈 我之前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也覺得說 靠 就是怎麼會這麼小 但是想一想靠北G卡的尾燈 好像也只有這樣而已 對啊 欸 學G卡的嗎 好處就是辨識度高 但是坦白講坦白 就是它這個尾燈設計是蠻前衛的 需要花一些時間去適應它 一樣這邊有一個這個備胎 全尺寸的備胎 超有G卡的感覺好不好 如果說我今天這個 300多萬跟7800萬沒差的話 可以買這一台 再買一台911 欸 好像有點道理喔 好啦 首先坐進這車內 紹文剛才看頭 忘記跟大家講 現在 Defender的車系編程是這樣 它有分90跟分110 那90就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三門的車型 那三門車型的動力單元 統一規格就是3.0的柴油引擎 那110現在有最入門的是柴油 那中間的是我們這一個2.0的汽油 再上去好像也要出3000汽油 然後最後面也有一個那個V8汽油 那後面這兩個汽油呢 一個400多 而且400多好像是已經就46789了 然後一個是600多 坦白講那兩個有點 那個康漲有點不一樣 到那600我也很想買G500 哈哈哈哈 今天這一台車子 因為它空車價是300 然後比五門的柴油其實是貴了一些些 其實我覺得自己覺得蠻划算的原因 是因為像我剛才講啦 全景天窗跟這個矩陣型的LED頭燈 跟這個700瓦的音響 P300就是2.0的汽油身上 全部都是一個標準配備 所以我覺得當初訂單是最一開始 預計單的時候八成的訂汽油 我覺得這也是原因無它啦 因為你選柴油的你天窗又要選 加一加可能價格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等級的 我覺得現在是比較搶手 好啦首先坐進這個車內 畢竟它這個Defender是全新的一個車系 所以它也是用了一個最新的那個液晶儀表板 但是要跟大家講啊記得喔 那個2023年現在開始就是沒有液晶喔 那拔配備喔不知道來是長指針還是 應該是長指針了吧 All school 復古風 就很像我們的勞斯萊斯的感覺 怎樣這樣會太無難嗎 大家應該也習慣 整個又業務嘴 然後方向盤喔 我跟你講這方向盤的口徑也太大 你會不會覺得這方向盤什麼情況 感覺平常只有這樣 然後方向盤哇 那個三重客運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它給你的視野的感覺 跟它這個車寬兩米的這種寬敞的感覺 然後整體的感覺都會讓你覺得說 我在開一台超級大車 所以我們也很常講 有時候很多大車一坐進去我們講 欸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就扭力了 但是這台車沒有 任何大大小小的地方都會讓你覺得說 哇這台車真的超大台 它就是整體的內裝的用料 你看這邊都是金屬包邊的 這個那個冷氣邊緣也是金屬包邊的 其實坦白講它的內裝 用了蠻多這種塑膠 完了這聲音聽起來好廉價喔 哈哈哈哈 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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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軟質塑膠 下面是 下面是硬塑膠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個點 我覺得做得不錯 是因為把皮質的用料跟這個木紋 然後還有我們選的這個白色的飾板 它其實達到一個我覺得非常好的平衡點 這就很像我們在看室內設計一樣 其實這個顏色的配色跟搭配 有的時候你一台車全部都用那麼好的料件 其實也不一定好看 而且再加上這台車才賣你多少錢 你也不能跟人家要求說全部都要真皮包覆吧 如果說買那六百多萬的我覺得要求 這三百多萬的 我是覺得部分混搭使用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而且它搭的是好看 皮質的俯爽 這邊應該算是副駕駛 如果海南就是去越野 你覺得很恐怖的時候 這邊應該可以做好 那它又很聰明 皮質又不能用太多 要控制成本 然後往上走 又變塑膠 然後你會覺得說 那要變塑膠 再往旁邊摸 又變皮 再往下面摸 又變塑膠 再往這邊摸 很常摸的這個手把 又變皮了 所以就是它的皮硬塑膠跟軟塑膠 軟塑膠的搭配 我覺得就至少好幾種 這邊的軟塑膠材質 跟這裡的塑膠 這是硬塑膠 材質都是很不一樣的 它會造就是 每一個觸感都很有特殊感 嗯 還有木頭 怎麼講 我覺得搭配起來我覺得是蠻OK 然後再搭配這個螢幕 這螢幕算是我覺得Defender 真的超大敗品 因為我覺得這螢幕真的很醜 這螢幕很像是外掛螢幕 我覺得它跟這個內裝沒有搭配起來 很像是那個英國設計師 吉特布里斯 我們沒有設計螢幕 Monitor 可好醜喔 然後呢 這邊的按鍵 跟這個Land Rover跟Jaga 現在是同車型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 Land Rover跟Jaga的按鍵的布局 都跟這台車非常非常的像 我剛才忘記講了 P300還有一個東西超屌 標配的14項座椅 而且你看看 冷熱通風欸 你看我們兩個都一直在開著通風 因為太熱了 我們現在35度 這個真的超好用 它的風量超大 我跟你講有再買保時捷 都知道保時捷選14項 再選通風加熱 就要噴多少錢去了 那這個P300等級 還加了全景天裝 還送你類似PT-LS的 這個動態的頭燈 還有可變懸吊 所以我覺得這個等級 如果是我啦 我會想買這個等級 因為我很想要這個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 對這個蠻好用 好了然後這邊還是有一些這個模式可以做切換 然後車高 我們現在在調高了 超高的你看看 它升降很有感 我去外面看 我覺得這應該一個多拳頭 外面現在高度是兩個拳頭 OMG 剛剛沒有那個升的時候是四個指頭 我給它降低看看 看最低是多少 它寫進出高度的意思 就是進出地下室的意思 真的假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沒反應 現在應該最低的 我覺得沒有差很多 那個有1米9的地下室 把這個調到最低之後 我覺得應該還是過不去 歡迎車友跟我分享 因為我覺得高度上好像沒有到差很多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它還是有一些越野的套件 簡單帶一下 另外就是這有四層四 可以看你的角度 可以看你的這個射水的資訊 那個模式的切換 沙地雪莉什麼 就是蠻多的這種越野的模式 整體螢幕的感覺 我覺得雖然說它整合性不好 但是我覺得畢竟它還是新的車機 所以整體的滑順度很夠 然後中間蠻大 然後剛才我們等一下要岔獨了 這個嘛 哇 它這真的 欸這真的很冰 可是它只有邊邊是冰的 下面沒冰 好啦我們等一下真的去買個奶茶 給大家試試看好不好 然後呢 這邊Type-C跟USB還有一個12伏特 全車只有五個座位 但是充電孔比人多的概念 它這邊還有 充電孔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它的這個自動跟車啦 盲點啦 就是高科技安全配備 是全身系的標準配備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做得不錯 這個不管你買到最便宜的 240-50萬的三門的 或是你買到比較高貴 大家的安全配備都一樣 就只差別在一些舒適性 那我剛才講那麼多配備 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哪些是你真的需要用的好不好 好啦前座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去坐一下後座 不愧是長5米 周距3米的車 前面是我的座姿 後面182 前後座182的情況 後面還有兩個拳頭 算是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以被 稍嫌可惜喔 我原本以為它可以調整 那就是 它還是做一個固定式的 但是因為畢竟Defender方方正正的 所以這個頭部空間也還有一個多拳頭 超大 進距離感覺一下 你看這個椅子這樣 我的屁股可以完全塞進去 而且它雖然是四驅的 但是它中間的隆起算是 幾乎是算全國嶺地板的吧 然後它有四驅橫溫 然後呢出風口在這邊 身體我覺得後座算是 很舒適很寬敞 而且我覺得坐三個層了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好啦 廢話不多說 上路試一下這台Defender的表現怎麼樣 GO 好啦 我們現在Defender上路囉 我剛才有跟大家講 這台車開起來真的 不輸在塞公車咧 飲料要不要去找那個 檳榔小姐買 我們這在南崁這附近 這個檳榔西斯算是這邊名產 有來的那個好朋友們應該知道 這邊很常發生車禍 而且都追撞了 對對對 一上路我發現它這個 連後視鏡都好方正喔 整台車真的是大大的方方正正的 這台車的尺寸雖然大 但是我覺得它的視野其實很好 因為我剛才有講 它的那個車頭算是 直角度垂直的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看到那個角 就代表說車頭的最極限就是在那邊 要再撞到很難 因為它也有環景 而且它環景畫質還這麼好 好啦 首先先試一下這個 汽油的在這個市區代步的感覺 因為我們這個2.0的汽油 其實帳面上數字做得很漂亮 它是300匹又400牛頓米 哇 聽起來感覺真的是超有力的 想實際開看看 究竟有沒有像實際馬力說的這樣 我覺得目前在市區起步 這種03 4510的這一種加速 我覺得相當相當平穩的一台車子 而且怎麼講 完全不會覺得不夠力 一小半加速 夠力 但是感覺要等一下下 要等它那種退檔稍微上來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畢竟這台車子太大台了 所以該怎麼講 我覺得它這個扭力推動這台車子 在低轉速的時候稍顯不夠 那就是要等它踩下去之後 有退檔的時候 感覺那個力道才會稍微出來 那它汽油的 就是該怎麼講 如果說有大老闆們不喜歡柴油味道 你就會比較偏向買汽油 再來還有一個考量點是什麼 完全不care你的車耗不耗油的話 你就可以買汽油的 因為這台車子 我相信柴油的應該是會比它省很多 我覺得這個車這麼重 據這個前車主透露 它說它一公升大概跑六到七而已 可是這麼大一台 這麼大一台 對啊 G-Car也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沒辦法就是這樣 這麼大台的車主 通風座椅真的涼到我 卡車都在涼耶 我的單單那邊感覺都是有點涼涼的感覺 超舒服的 現在是一檔 兩檔 三檔 因為這種車 它現在新的車都配這種 8速ZF的變速箱 所以那種換檔 頓挫 延遲的感覺 基本上也都是抑制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你要直接在南崁市區越野 對啊 可以壓看看 我是不怕 因為這22吋的鋁圈 現在這個角度 應該是都沒什麼問題 好啦 壓一小段給你們看 硬要 喔喔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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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如履平地的感覺欸 欸很穩欸 欸你不覺得 超穩的 欸蠻屌的欸 喔喔喔 你看看 喔欸欸欸 怎麼都不在 亞曼你在嗎 哈哈哈哈 怎麼都不在 前面都不在 喔 Damn 喔 欸這好像不錯喔 我沒上車啊 好 加速於小段 欸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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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以啦 你要說慢嗎 其實不慢 你要說快嗎 也不快 哈哈哈哈 我之前開過就是 很常會遇到就是 高速公路上怎麼樣 超車力不從輕 就是你看 只有一小段的空檔可以超 一過去踩 你的力道又不夠 然後那個空間又突然又沒 我覺得最討厭遇到這種事情 但是目前喔 你看這樣子 這種感覺我就覺得 你說它沒有到很快 但是至少它這種高速公路上 超車的力道 我覺得給得夠的話 我覺得就是夠用 好啦要試跟車喔 好高速公路 剛好前面有一台小黃 開得蠻快的 面速110 現在慢慢的 欸它的那個懸吊高度 其實它是隔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自己調回來 你剛才是往下低 往下鎖吧 它其實自己又回到正常高度 然後呢現在110嘛 其實現在前面有一些車 慢慢又調到 95 96 93 94 其實我覺得自動跟車喔 少文一直在平的就是 它的這個 所謂的加速跟減速 讓你覺得舒不舒服 不要就是哇 這個跟車前面的車 都煞車那麼久了 你才要煞 我就不喜歡那種感覺 因為第一個會讓你覺得很緊張 第二個 如果自動跟車它的煞車踩太大力的話 你就會一直點頭 然後目前試下來的話 從剛剛110 現在降到80幾 整體的感覺我覺得算是還蠻順暢的 好 切一下 加速 退檔欸 退兩檔 110了 回來 進檔回來 因為它這是巴速的齁 所以定速在110的話 轉速差不多是在2000左右 比來說這個可以接受 這還是在2000內 1900多 但是這個隔音真的 嗯 我覺得隔音很有高級車的水準 隔音不錯 比有預期中的好 因為沒空買麥香奶茶 但是 葛老師有擺一個 那個咖啡進去 欸 你咖啡本來是熱的欸 對啊 我中午放車上沒有開冷氣 所以是熱的 很浮誇欸 他真的是自忍 給大家看一下 他真的是自忍 認真他這個真的是自忍啦 我很抱歉影片 沒辦法呈現出來 但是這真的很冰 欸 真的有欸 他真的很冰 像摸冰塊一樣 水都出水了 欸 真的 真的很冰 而且我們只有看一段 你只有看一段 他一段就真的 很恐怖 DAMM 這真的是冰箱欸 我來喝喝看他有沒有 他沒有毀春 欸 這我會想選欸 嗯 欸 這我會選欸 冰的 嗯 冰的 冰的啦 冰的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鴻大藍收車 我們這一次成功收購了這個 Defender110的車 那 如果 各位乾爸乾媽 乾哥乾姐乾弟大妹 家裡面 有沒有要開的車啊 想要換車或是退下來的車 這邊可以掃描QR Code 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也可以打小老鼠 HONGDA宏達就找到我們股車啦 逐漸邁向10萬訂閱 欸 真的是最後這幾個月而已 一兩個月而已 就差你這一票了好不好 趕快訂閱一下 那我是畫很多單子 或是正畫哨文 我是正也是KLASS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各位觀眾啊 你說已經看到車 還沒把我訂閱下去 你剛才你說你看 這樣不夠意思啦 我聽他說我聽到沒有討論 說實在 趕快我們已經幾 早上9點 搞到現在凌晨1點了 衝向10萬訂閱 有你有我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真的 孤車專業找哨文 好 訂閱專線 你的小指頭 好 趕快 累週三五日更新 對 真的 很奮發向上一天工作15個小時 拼了 掰掰